要完整一期,來練Sofab 那Sofab,通常如果我們要發勁的時候 就是練,我們可以練從速度上稍微加快一點點 那會有這個力量,集中力量放到一個點 所以慢慢你的Sofab就會越來越把身體的整勁放到一個點 所以你的發勁就會越來越... 越來越...集中 那比如說我們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 好,這樣跟... 所以我們在序了以後 我們的完整一期,經過這個內轉的時候 它有這種收,轉著,放 轉著放 好,所以啊 我們在這種... 經過收 再... 去... 的放 跟... 這樣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它的差別在... 我們... 完整一期,不管你什麼動作 你的完整一期,經過續集了以後 它一定... 經過這個動作,把這個動作收進來 這個動作的力量啊,流動的力量收進來我們的身體 這個... 會有...身體會有內轉 所以我們稱為這個過程叫做收 所以當我們要... 放出去的時候 必先收 開之前會先合 那所以啊,我們去到這個最忙的時候 我們... 放... 所以我們叫做完整一期的收 而不是... 這樣就比較... 自己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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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的... 做的越...動作越大 那可能啊... 就是... 你的... 完整一期啊... 它也很容易散掉 那這個... 我有透過... 對於... 食... 食物啊... 食物的... 發進 你才有辦法去檢測 看看你的漏洞在哪裡 所以我們透過這種發進 我們練... 完整一期 你要... 在這個動作當中 找到完整一期 在哪裡找到完整一期 在哪裡透過一個內轉 有一個收 收的過程 再... 放出去 那我們會練到什麼 我們會練到身體裡面的運轉 不是... 這樣出去 不是... 這樣出去 這樣叫做... 擺動啊 對 那所以啊... 你整進 去到完整的時候 這個運轉 是為了要讓你的... 進氣啊... 把身體裡面啊... 收得更... 集中 所以啊... 不會有... 這種... 太大的擺動 那... 你會練到...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練到怎麼樣把我們的勁 去... 透過這個動作... 收得更... 集中 所以你的收放就會更靈敏 更靈敏 好... 那我就... 用食物 有食物的重量 來看看 你的收放啊... 發進起來 好... 這樣... 跟... 這樣... 它有什麼差 好... 好... 那... 同時啊... 我們也... 檢測看看 我們的力量啊... 我們的力量有沒有辦法... 很... 扎實的... 放鬆... 後防出去 我們在... 完整一氣的... 收放啊... 好... 就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啊... 我發現... 如果這個動作... 對著空氣做... 這樣是不是很帥... 那... 對著忍做它就不帥了... 所以我們走到這裡啊... 你的動作... 完整一氣啊... 經過收... 到最滿的時候... 放出去啊... 所以它就會有這一段的... 這個動作啊... 所以收... 不管怎樣的動作... 經過... 身體裡面的轉折... 運滿了以後... 放出去... 所以它會有這種... 這種... 放到一個點的地方啊... 所以經過這個內轉啊... 到了... 運出去... 所以你是一個點... 把它送到一個點... 而不是... 這樣晃... 這樣它的手會很痛啊... 收進來了... 運滿了... 放出去... 就一個點... 所以它... 看起來... 沒有太... 大的... 動作... 就是這樣... 一個點送出去... 那這樣你會練到什麼... 發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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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來... 那我們練啊... 我們身體啊... 意識的長... 所以這種... 意識的長... 進跟氣... 延伸的長... 所以... 我們一口氣... 這樣出去... 所以我們對著空氣做啊... 這樣啊... 那當有重量的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的... 啊... 這個的力量... 如果這個... 到這裡... 要放的時候... 放是為了把我們的... 完整儀器啊... 啊... 順著這個點... 啊... 它會拉得更長... 所以如果... 我們要... 運動健身... 好... 所以我們看... 這樣... 是... 身體有這種... 有這種拉長的... 你會運動到你的身體... 但是如果你身體沒有... 所以... 看起來... 對著空氣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晃了... 你的完整儀器的收合... 它就沒有辦法收合... 像我們在... 這種棚... 好... 它為什麼... 它為什麼... 會有這種... 收放的一瞬間... 這種... 這種張開的力量... 因為啊... 你放的力量很集中... 所以它有一個點... 所以像我們這個棚... 轉到這裡... 所以我們到最大的時候... 放出去一個點... 我們身體的力量... 它就... 伸展開來... 所以你練了以後... 透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勁的發放... 你的身體啊... 會得到很大的一個... 舒展... 經過這個... 收... 內斂... 開始慢慢慢慢... 啊... 後放出去... 像這個列的手法... 走...走...走到這裡... 開始... 開始要... 分... 出去的時候... 所以要帶動我們的... 身... 裡面的開展... 那為什麼... 我們通常會快啊... 因為我們要借這個速度啊... 那如果我們把它變成... 完整儀器... 進在運... 慢慢慢慢... 啊... 這樣走... 好... 所以最後我們是... 把我們整個的力量... 很安心的... 開... 放... 放鬆出去... 那最後你的身體... 就是練這種... 張開延伸的力量... 再來我們講這個... 蓬勁... 那蓬我們就會張開... 好... 所以我們的力量... 我們的力量... 好... 跟... 經過... 完整儀器... 收... 放... 所以我們這個動作... 它不是... 這樣去... 所以我們輕輕的... 交匯的力量... 到了以後... 它就是這樣... 氣的引導... 力量... 到... 那就這樣收放出去... 那不管什麼樣的動作... 這樣... 完整儀器到了以後... 把這一口氣... 輕輕的... 這種... 彈放出去... 讓我們身體的... 有這種... 收... 放... 的這個能量... 好... 讓我們的靜器... 把它... 整合在一起... 所以... 你的... 靜啊... 就會越練... 越... 運行的... 越順暢... 越集中... 好... 碰... 暗...